我家中心的整个表达出来的这种状态啊 感觉是在婚姻生活当中 感情状态当中 没有受到过什么伤害的 平平静静甜甜蜜蜜的 过完之前的那段感情生活 那以前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样呢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 走进他的这段视频 我有两段感情 第一段就是孩子的爸爸 我们俩从来不吵架 平平淡淡地过了大半辈子 没想到 十一年之前他得了肺解核 我照顾了他三个多月 毫不容易接受了他的得病的事实 到了他该去医院检查他的日子 因为家里还养着猪 我就没陪着他去 我怎么也想不到 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 到医院检查完 孩子说检查结果挺好 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他就不行了 接到这个消息 当时感觉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的天塌了 刚开始那几年 我是天天想 想想就哭 孩子怕我哭外了 孩子又劝我说 妈你别哭了 你这哭坏了 我还招牛你怎么办 我们就不能上班了 我想想孩子说的也对 我帮不上他们 也不能给他们添付胆 从这个时候起 我强迫自己走出来 彼此自己笑 给自己找事干 我找个保姆的活 这个护主是个老大哥 他比我大六岁 我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他也很关心我 每天就我们两个在一起生活 渐渐产生了感情 我们确定了过一之后 就去我们家生活了 他的孩子到了 不足以我们在一起 他又就渐渐疏远我了 所以我现在再找 一定要找个孩子同意的 性格好点的 有演员的 最好工资能拿出来过日的人 你如果没房子 可以住到我那儿 男嘉宾你会是这个人吗 他刚才也是说 就是那个我儿女 不能反对 都能同意 他俩姑娘一个儿子 我们俩姑娘都不同意 儿女就更不同意了 他们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 让他找一个有 他儿女一直要找的话 找个城里的有工资的 不找农村的 那意思是因为你花了他家工资了 意思是就怕他爸的工资吧 就是给我花 都让我 都给我 等他爸没了点吧 就意思是 就是他那个 他爸的钱没有了 就那个意思 怕他们这个啥也闹不着了 就全都给你了 对对 实际上那个老头是啥意思呢 你这个 他先头吧 所以刚开始了 他挺满意的 他说他姑娘都能同意 反而给我那个 传言 那下就是刚开始是保护 不成功 儿女刚应该找的就是保护 你没有权利 没有地位 外娘还说的 那要同意的话是 妈要是同意跟着老头的处的话呢 那就处着 他要给他做伴啊 还那个省着什么垫着 有啥事啥的 省着垫着什么 就这么我们又处了一阶段 就最终是因为他家的子女不同意 老人走了 他家的儿女不同意 一点都不同意 但是姨我怎么听说 你之后处的那段感情 那个叔叔 最后跟你渐行渐远 他的理由是 好像你总管他要钱 对他就是怕我管他要钱 真有这事吗 真确实是 你真能要多钱 对啊 那一刚开始 我叔叔 大夫说你一月给我个 七八百块钱 一月也行 可想花 我说你 这七八百块钱 你是想要干什么花 我说你得给我点安全感呢 我说你一点钱 不给我可想花 明明要是这样要处 这烂七八糟 我也不是吃不起 就是说现在来讲 你要是找一个 全天候的保姆 每个月还得给人三四千的 那是最少的了 你何况他这个 你找的这个女伴 他又尽到保姆的那种责任 然后还得尽到妻子的责任 你说你得给他多钱 这个是无法衡量的